新北市系纸瑞松街 昨天深夜11点多 有一辆机车倒在车道起火燃烧 消防局货报之后 洒水罐就还好没有人伤亡 但是现场却找到 机车上有燃烧过的信号弹 画面中可以看到 机车已经烧到几乎只剩下骨架了 又在一旁找到了另外一枚信号弹 现场还有宝特瓶 不排除是否拿来装汽油 目前警方采集机证 也不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 将会进一步来做理清